3.6前瞻首爆世界任务难度提升3.7 甘雨新专舞起凉凉技能来了 3.6版本的世界任务 又称花神书 根据舅舅的描述可以得知 花神书整个世界任务约有4.4万字 要完成全任务 时常需要4.5到5个小时 瞬间让人产生了一种工作的感觉有没有 甚至比工作还累 关键还不给跳过 奖励420元时 好消息是3.6的世界任务和3.4是分开的 即使3.6没开也能参与 有关3.6前瞻的封面预告 可以看出与舅舅之前透露的保持一致 不过白竹的Q版小人貌似不太像米哈游的风格 3.6前瞻已经确定会在本月31日晚8点进行直播 大家可以提前留意下 3.6的四星角色名单也已经来了一些调整 上半分别是多利坎蒂斯和九奇人 下半多位坎蒂斯和菲希尔说 实话本次的四星绝对值得蒙心平民无脑冲 无论是钟离的夏威坎蒂斯 还是当前大火的菲希尔九奇人 以及人气四星卡维 抽了绝对保值 3.7新增一个全新的弓箭武器 貌似是给满命甘雨用的 两发顺举直接叠两层 样子确实不怎么好看 真的好像衣架子 有关3月7日 新草系角色起凉凉的技能也来了 貌似一个是连锁技能 一个可以跳起来转圈圈攻击 感觉十分有意思 大家可以自行解读下 至于大家私信想知道的卡池安排 谁能想到3.7会是散兵 心海万叶钟离这些 人气角色居然会扎堆复刻 不过这样的池子也注定会刷新流水 策划显然是打算趁着暑假 来吸引大批萌新入坑 想抽优拉的玩家也别太着急 在3.8除了优拉 还将迎来温迪阿贝多可丽的复刻 3.8结束后 在4.0版本 我们还将迎来三卡池的落地 不知道大家的钱包还顶得住吗